从七十二年毕业踏入职场工作 那就与妇产儿科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这临床三十年的工作中 经历了妇女生产种种的情境 内心有许多的不舍 也留下深刻的体认 告诉自己只要在职场的一天 就一定要做好维父母亲胎儿 以及新生儿的生命 把伤害降到最低 在八十四年转换职场工作 历经产房、妇儿科病房、急诊等单位 因为琢磨月生 自己深感专业能力的不足 于是在八十八年进修大学 九十八年毕业于台北护理健康大学 护理助产所 透过持续的学习 将所学应用于临床实务 在齐美医院任职15年期间 协助设立安胎示范病房 营造温馨的产房环境 创立母乳专修班 在留营齐美五年中 成立产前先修班 营造妇产儿科 单位温馨的环境 改善门诊补给乳室 开办哺乳训练课程 指导产前卫教师 将经验分享给母婴相关的医护团队 为此哺乳妈妈能获一致性的处理与照护 我集合了台南市十家医疗院所 18位讲师 成立台南市母乳种子讲师读书会 过程中也会讨论哺乳个案的问题及处置 目前推展顺利 后续将扩展到高雄地区 其实怀孕狗跟我胎儿都非常高兴 可是越建议生产 但这段期间越接近我们越担心 那我们把这个需求提供给美婴多长之后 其实他很快地安排课程 安排他私下的时间帮我们做先修 这些让我有机会参与生产的过程 其实我非常高兴 也很感谢美婴多长这个用心 谢谢 我第一胎产后哺乳过程并不是很顺利 也咨询过许多专科医师 都建议我退来 但是我对于母乳补育非常地执着 那当时尔文在总院的美婴督导 对于这方面非常地专业 所以鼓起勇气她联络 那她竟然说要等我下班再去找她 那到那边之后 她给我许多心理支持跟实质上的协助 让我后续补入过程顺利很多 真的非常谢谢她 职场中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良师益友 那美婴督导是一位 身教重于言教的人 其言行举止一直是我在职场工作的标杆 她自律推动母婴亲善失大措施 她指导我应该要从产前开始 提供多元化的卫教指导 提供孕产妇以及其家人 从产前到产后正确以及完整的卫教指导 我们将持续日夜守护孕产妇 成为南台湾优质的母婴亲善医院所 守护母婴的天使 赖美琳 赞赞赞 耶 护理师是我的终身职业 我将持续为守护母婴安全 及照护品质而努力 这是我的作用 也是我的使命 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 感谢观看